大家好,这里是浮象旧人,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绿螺的胶水施肥和光照 因为绿螺是家庭养护最常见的盆栽花卉 很多花友都会问关于绿螺养护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解一份史上最详细的绿螺养护攻略 首先我们要知道在日常养护过程中绿螺能不能晒太阳呢 绿螺是一种长绿的草本植物,它非常的耐阴 但同时绿螺也是喜欢阳光的 也就是说它对环境的适应性是非常的强 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但是长时间没有光照的话 它的叶片会出现枯黄的问题 严重的话叶片会慢慢的产生黄斑 然后直到最后整个植株的叶片都会变黄 那放在光线充足明亮的地方养护 也不意味着暴晒 尤其是夏天不能放在室外养护 不然会出现黄叶焦边甚至死亡 那绿螺最好是放在室内 然后靠窗有明亮光线的位置养护啊 如果有朋友想在阳台养护的话 那只要避免夏季曝晒也就可以了 那第二点要了解的就是绿螺的浇水了 我们一般的原则就是看一下绿螺表面的土壤是否发白 再用手去感受一下绿螺的土壤啊是不是已经干了 不要纠结啊于多久浇一次水 费时间来限制住 我们要用眼睛去看 要用手啊去触摸 如果盆土属于一个湿润或者是半湿润的状态 我们是不会选择给它浇水的 因为绿螺的根它本身就有一个除水的功能 稍微干一点啊对它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啊 相反的话如果有的朋友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手啊 经常给它浇水 导致这个盆土一直处于湿润状态 那对绿螺的根性反而不利 会导致土壤发霉甚至生虫 这样子呢对绿螺的生长啊是不利的 浇完水之后啊我们有个小建议 我们可以把浇透水的绿螺给它放在阴凉的通风处吹一下 这样子呢有利于它的生长 最后啊要说的就是绿螺的施肥了 我们刚迁畅没有生根的绿螺啊是不能施肥的 对于已经在生长的绿螺才可以施肥 绿螺呢只要温度和是啊一年施济都能生长 那我们给绿螺啊使用缓释性复合肥就可以了 一般像我们这么大的花盆用个七八粒啊就可以了 撒在这个盆土的表面啊要离根性远一点 这样子每次浇水的时候啊它的肥力就会慢慢的渗透 除了缓释性复合肥我们还可以绿螺啊追加一些叶片肥啊 就是叶片我们可以喷洒稀释过的啤酒 一般比例呢是一比五十 用来喷洒叶片啊是非常不错的 最后一种就是可以使用蛋肥了 蛋肥的话我们可以啊使用在家自制的水果酵素蛋肥 如果还有不知道怎么操作水果酵素蛋肥的朋友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们往期的视频 以上啊就是绿螺最全的养护方法的介绍 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 喜欢可以点击我们下方关注按照